你知道嗎?Y&Y已經成立了五十年了 這麼厲害, 這樣就要拍照一下了 這麼久了? 我們已經看見了這麼久了 這個樣子更好看 味道最好 最好好玩 魚耳牌, 感謝人人 溫馨味道伴你五十年 好, 回到這個歡樂今宵 我相信很多華人都喜歡打羽毛球 你喜歡打小時候嗎 我喜歡, 因為我覺得羽毛球比較快 但永遠有些反手就經常輸給人 其實羽毛球也挺大力的 很多女生會覺得這個遊戲可能會比較斯文 但其實一樣是虛好很多體力 但如果大家要學會打羽毛球 打得好, 要找一個好的教練 今天有一個介紹給大家 這個厲害, 剛才單單那幾行 你已經看到了 1997年的全國, 即是加拿大的羽毛球冠軍 剛剛過去這一年裡的Asian Games的冠軍 再加上他是原來前香港隊的選手 我們有請 現在也是一位出色的教練 Mr.Harrison Chow 你好 歡迎你們 歡迎 歡迎… 歡迎, 請坐 我們是羽毛球王子 我經常以為一出來通常會… 做了一件事 好, 真是很榮幸 看到Harrison上來 其實呢 跟我們介紹一下那個… 你先拿兩個名銜 1997年 全國加拿大的羽毛球冠軍 是, 男雙打冠軍 然後呢 剛剛過去這一年 剛剛過去這一年 也是一個男雙打冠軍 哇 其實呢 要做一個全國的冠軍呢 可不可以簡單告訴他 有些什麼的辛酸血淚呢 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全國冠軍呢 嘩, 練球練得很辛苦 從小到大也有很多傷患 有很多心理上的事情 要有障礙要經過的 要經過的 其實你幾歲開始打這個羽毛球 我七歲開始打羽毛球 什麼影響到一位小孩子 這麼多種Sportler 有Bandball 有Squatch 有網球 都是那類型的球 為什麼你會喜歡羽毛球呢 可能因為我舅父的關係 因為我舅父… 你的舅父就是Yonyx 不是 因為我舅父小時候打我們打球 然後打了一下 覺得自己都OK 有天分 然後就開始參加小學校隊 小學校隊之後 就無意中有一個比賽 被香港隊的教練發掘了出來 就進入了香港清靈軍 由二千多個小孩子 從小到最後 進入了香港清靈軍 其實你那時候 我就想說 有沒有誰 就是那一次的比賽 其實差不多扭轉了 改變了你運動的路向 是的 但其實我想知道 其實你說小時候已經開始 參加這個清靈軍 那會不會整天練球 沒有時間去讀書呢 讀書是要讀書的 那由早上八點多九點開學 五晚上放學 三點多放學 就要出去練球 是每一天嗎 一個星期五天左右 所以沒有什麼童年的 有的犧牲 你的家長聽完之後 加拿大會不會 我們經常在想 如果一個人 要邁向一個專業的路 例如打professional 其實家長 除了要找一個好的教練 要怎樣經過受什麼訓練 他才會有機會做到professional 有沒有些人 那些筋好像我那樣 連sit up都做不到 就不用了 有很多基本功 家裡也要做 譬如拉筋 你每天都要做 還有最重要是在體能上 因為羽毛球也是一個 蠻消耗體力的運動 心理方面呢 心理方面 他要準備好些什麼呢 譬如有時候 你在羽毛球場上 發揮 只有你自己一個 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你隔聯最多在外面 提點一下你 那你要看你自己 怎樣去轉一下思維 轉一下 其實你有沒有計算過 你參加過幾場比賽 比賽 我想我多過一千場 哇 一千場比賽 差不多 我也想不到 我自己做過一件事 是一千的 除了可能做電視 一千日做 是一千集的節目 人家說 很多時候大家以為有天才 但其實當你一件事 很勤力地做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這麼大的成績 是嗎 也會 那你現在正在做教練 我知道你比較在 Mississaga那邊教練 那你怎樣看下去 一個小孩 我當然每個小孩 來學的目的都希望 打得厲害一點 你怎樣看到那個人 是有一個冠軍的材料 起碼那個小孩 自己願意去做 他喜歡去做 他喜歡去做 一定要由他自己 著想開始去做 如果他自己不想去做的話 你逼不了他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 很不被逼的呢 我見過有些小孩 是家長逼他去打 之後他不喜歡打 就很放鬆 很放鬆 很放鬆 就是怎樣的呢 你叫他用力一點 然後就說 用了力 你在加拿大 沒辦法 你幫人教兒子 其實一半 你小時候 我小時候 教練真的打你 因為你香港不同 你沒有 有你沒有 下一批又上來 要你自己爭取 因為全部都是 香港多謝你 香港政府再賠 加拿大不是 加拿大的家長 要付錢之外 要付很多錢去做這件事 但你會不會有些小孩 你覺得他不應該打 有沒有說 有些小孩 你覺得是不應該打的呢 有些是 因為他根本體育上沒有什麼天分 還有 什麼是體育上沒有什麼天分 譬如 最少你的手和手 眼睛和手 配合 就像唱歌的人 五音不全 五音不全 你唱來也沒用 但你會不會告訴家長 很傷心 我會的 很坦白 所以 很坦白 浪費他的時間 也浪費我的時間 不如把我的時間給他 你會怎樣說 現在我是個家長 我就是個小朋友 對 女兒 我看得出她很厲害 她打羽毛球 我也覺得是 剛剛看完她示範幾招 你覺得怎樣會好呢 我覺得你的女兒 可能會其他方面發展會好一點 不是啊 我覺得她的羽毛球很漂亮 我從小到來都希望 我的女兒成為羽毛球 羽毛球會很漂亮 不過你的女兒好像不太適合 不適合給她的方面 因為可能她的 你有沒有請保鏢 身體的配合不太好 明白 那你自己記不記得 自己在這麼多場的比賽當中 有沒有哪一場 或者哪一個環境 你是最難忘的呢 教練 最難忘的 就是我贏全加拿大賽的那一刻 怎樣的呢 你經過多少重比賽 進入到去 那個比賽 差不多四天 每一天打兩三場 到最後那一場 還記不記得 那一場 有沒有那個時刻 最難忘就是 打比賽之前 我真的吐 緊張 我是緊張到吐 真的會這樣 我是沒有試過 去到有那個位置 真的很緊張 之前那晚睡不著 吐 吐 那你怎樣 我唯一 打了個電話給我的朋友 跟他聊 你朋友是醫生 不是 我朋友是一個運動員 他跟我說一下 他跟我說應該怎樣應付一下 明天就盡量 在乳目球上 吐起乳目球上 因為那時 旁邊也有二千多個觀眾 有電視 你只可以在乳目球上 打完就算了 果然是天才 我們真的要休息一陣 因為為什麼呢 一個吐完已經沒什麼力的人 竟然拿到全國冠軍 對 又沒有睡覺 簡直是一個傳奇 還有他回頭跟我們說 他剛剛拿了Asian Games的冠軍 也是一個 經過差不多十多年之後 再拿冠軍 就好像人家Rocky 打完之後 你知道中間就要去 打牛肉牛扒 回來跟我們說 而且他帶了兩位 很出色的學生回來 回頭 我們有Harrison 蔡教練